Hello 各位家長 大家好 又是我 Miss Emma 今天我們的免費教材教學影片 就講一個面試的行為訓練 就是能夠大聲去回答問題 甚至去介紹自己 因為很多聲譯 其實很辛苦練了很多的語言技巧 希望能夠在面試的時候發揮志願 好好地回答老師的問題 但是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害臭 或者他們的被動 甚至可能是因為他們的不習慣 往往說話都非常細聲 而細聲的問題會怎樣 可能老師聽不清楚他們回答了什麼 又或者可能老師見不到他們 又好好地表現自己 從而影響他們面試的結果 所以能夠大聲地回答老師的問題 有自信地說話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一份的免費教材 如何可以提升星兒大聲回答問題的訓練 你的Facebook Page每星期都會上載不同 關於ABA的免費教材分享 亦都有很多不同元素的教學影片 所以如果不想錯過的家長 記得要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有不同的教材 以及影響的分享 首先我們先來講解我們這一份教材的內容 首先如果你看到 第一版我們就會有一個音量表 其實這個音量表 是讓小朋友有一個實際的 知道他們目前現在的音量足不足夠 下一版我們會看到 就是需要他們來辨別的音量 究竟是多少 當他們在控制自己的音量之前 其實他們是需要懂得辨別自己的音量的大小 或者再前一步的基礎分別 就是他們懂得辨別人的音量 又或者是一些機器的音量 所以我這裡也有一個試過提示 給家長可以去運用 首先第一步就是 可能是播放一些音樂 無論你是在電腦上播放 在iPad或者是比較古代的 用一些收音機或者音樂器 去播放不同的音樂 甚至乎可以用一些樂器去製造一些音量 讓小朋友去分辨 究竟現在是小聲 中間還是超級大聲的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話 所以家長可以用不同的音量 去跟你的小朋友說話 他們從而要判別 究竟現在你的音量 究竟是太小聲 不剛剛好 還是太大聲的情況 然後慢慢 就需要他們去模擬音量 所以當父母指著 例如說是中間適中的音量 他們就要用他們適中的音量 可能是in-door voice 去回答問題 但如果家長要說 不是的 可能要比較遠處 例如說那個老師是坐得比較遠的 或者你要對著一班同學去說話 就需要用一個比較大聲的音量去說話 他們也需要懂得控制自己的音量 如何再大聲一點 在台上 或者在堂上 對著一班人去說話 當然 也有一個最不接受 就是別人完全聽不到你說的什麼 就好像你自己在自說自話的情況 所以去到第三章這份教材 就是給了家長 可能是指去不同的音量 而他懂得自己製造不同的聲量去說話 當然 其實很少我們會去到這裡 但當他可能弄聽一個聲音 他可能以為自己在中間的聲音 但原來其實是非常細聲 別人完全聽不到的情況 我們就會指著去紅色這一刻 就跟他說 其實不是的 你現在這個音量對我們來說 是太細聲了 因為我們聽不清楚你說話的情況 好了 接著之後 就會有些實際的 一些模擬的問題 去問他們 而希望他們能夠用到 一個比較適中的音量 甚至乎你可以模擬 就是老師在一個白板上面去問問題 需要大聲一點去回答 又或者可能面試的時候 那個考官坐得比較遙遠 他需要清晰大聲地去回答一個問題 這些也是一些題目 可以給小朋友去模仿去回答 包括一開始簡單一點的 比較短的一些詞語 可以告訴我 你見到什麼 我見到熊 我見到烏龜 我見到大象 我見到鱷魚 這些都指的是比較短的詞語 他需要維持在一個短 在兩個字的情況下 維持他們自己的大聲音量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們要說得比較長的句子 而當他們在一個比較長的句子內 他們需要穩定地保持自己大的聲量 不可能是頭兩個字就大聲 之後就越來越小聲 越來越小聲 讓別人完全聽不到他之後說什麼 那些長的問題 包括有的 就是例如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 你住在哪裡 你什麼時候生日 這些類似的社交性問題 我們可以問到 當然也除了問一些自己的資訊問題之外 你喜歡吃什麼 喜歡什麼顏色 喜歡什麼動物 也希望他們說一些比較長的句子 例如說 我最喜歡的動物就是大象 這句整句都能夠維持 由你聽到足夠大的聲量去回答一個問題 所以這份教材的內容 其實是變相 除了有一個音量的測量表之外 也有一些輔助的題目 讓小朋友作答的時候 希望他們有系統地維持 大聲地回答老師的問題 好好的運用我們這份免費教材 家長可以先列印這個音量表 然後第一步 就是讓你的小朋友 先去聆聽不同的音量 他們需要去辨別那個音量的大小 所以可能你可以放這個音量表在他們面前 然後剛才好像我說 用不同的方式去製造一些音量 你可以用一些樂器去製造 用一些電腦去播放不同的音量 而他們聽到的可能是很小聲的 可能都是小聲到自己很近才聽到的 那他們就要指向 這個是非常小的音量 可能中間 如果我跟你坐得夠近 我其實都聽得清楚那個音量 那可能就可以指著這個橙色的部分 但是其實要適中地 真的可能跟你有一個特定的距離 我都能夠很清晰地聽到那件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理想要他練習的音量 那我們就可以要求他指在綠色的情況 當然 可能是用不同的物件製造一些的音量 他能夠成功辨別到之後 那就可以用了 可能是你模仿去跟他講話的音量 那你可以裝來 很小聲 例如他們問他 好了 現在我的音量是怎樣 我這個音量是非常小聲 因為幾乎可能自己才聽到自己在說什麼 然後又有另外一種的音量 例如我今天吃了什麼 是的 你可能會聽到 不過你要坐得很近才能夠聽到的話 那這個就會是橙色的音量 到最後 就好像現在我跟大家講話的情況 那就是有一定的距離 我都可以很清晰地聽到 每一個字你說的什麼 這個音量就是我們最理想的這個音量 那當然 加上製造不同的音量的時候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就順著次序去 有多一些不一致的 randomized 讓他不能夠猜到你的那個順序為主要 要不然他就不是真正是從判斷去得知這個東西 純粹是覺得排著次序去 就變成不是我們訓練上的目的了 當你的小朋友能夠了 去辨別不同的音量 由物件製造出來的音量 和你人聲上面的音量 都能夠辨別得到的話 就來到下一步了 就是他自己要製造一些不同的音量 那你問我了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他製造一個 最小聲音只有自己聽到的音量 其實mostly都是來回於這個 就是比較近距離 好像說響響話的音量 和老師在課上需要你回答問題 作答時的音量 只有紅色這個 是用作一個feedback之用 即是他實在太細聲了 可能真的只有自己聽到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指著這格紅色的格 你現在在這裏 你未去到我們要求你回答問題的這個音量 當小朋友能夠講一個音量的時候 也要加掌碼 那我叫他講些什麼呢 所以就有我們下面的教材了 你可以指著這些圖片 然後要他講出這些圖片 但是當他作答問題 講出這些圖片的時候 他就需要維持這個音量去講 所以你就可以指著了 看看你要講這個 但是我要是綠色的音量加 那你就要說 烏龜 對呀 我坐遠一點都聽到你說什麼 非常好的這個做法 然後慢慢 除了是很簡短地去回答 而他能夠維持一定的音量之後 就可以慢慢去到 就是剛才我們說到的了 他需要用一個比較長的句子 去回答老師的問題 而當他講比較長的句子的時候 都能夠維持在一定的音量裡回答 就是我們最理想的訓練 所以我們這個控制音量訓練 除了我們雖然寫 就是一個面試的行為訓練 但是其實我對於一般入學的小朋友 他們在回答老師的問題的時候 往往我聽很多家長的反應 都是太細聲 老師其實不太聽到他問什麼 或者需要他重複很多次 叫他大聲一點 聽不到 他才能夠好好回答到老師的問題 所以這份教材 除了是適用於準備要面試的同學之外 亦都是非常適合 他需要是一個群體生活的聲儀 他們要明白到自己 究竟是用什麼的音量去回答老師的問題 希望今次這份教材 可以幫助到這麼多位家長 我們下次見 拜拜